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台北股市今天大盘开低跌个17点之后 就一路跌个走低下来 盘中最低已经跌了81点的幅度 这个部分都符合我们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那接下来行情很重要 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那这个拉回这一次来看的话 不能够去轻忽他 献榮老师在今天也已经在造盘的时候 就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在睽違了两年之后建立空单的部位 那为什么呢 好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盘指数的部分 可以看到献榮老师其实过去这已经 留大约两年的时间 没有建立会员朋友放空了 从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大盘在7000多点附近的时候 二度来到十年线 消息面利空不断 苹果说在砍单 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在断交 就当时北韩在事报清淡 然后人民币在重扁 入股在熔断 油价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一堆消息面利空出来 我说融资在低档 散户股票卖框了 融券余额在高档 散户都只讲着放空 而外资在连续加码指数 多单部位 这代表什么 代表大盘指数 在这地方 已经从技术面上来看 度过了墨铁段 脱离了底部区 准备进入出声段 所以当时指数 还在十年线附近 看起来最悲观的时刻 景气是连续七个蓝灯 我说什么 这边多头火速灰队 该是权力翻多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所以当时我开始在7000多点 全力建立会员朋友 不要再放空 开始这地方 一路做多上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包括了这个地方 涨到上礼拜 一直到10882 我才说这地方 要这个开始 要盛防假突破的可能 那为什么这地方 开始要这个建立空单部位呢 今天再来继续跟大家 深入的分析 第一个 当上个礼拜指数 创下10882高点的时候 K线形态 上个礼拜三那天 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流星的形态 那流星还爆了出 1786亿的巨量 我说过异常大量 都是一个警戒讯号 懂技术分析的 就会知道 那在接下来爆大量之后呢 上个礼拜三爆大量 礼拜四礼拜五 连续两天 融资都增加超过多少 15亿 代表什么 代表散户急着 在看到指数创新高之后 忍不住了 赶快要买股票 然后呢 之前有没有买的都在买 所以爆出一个大量 之前有买的 觉得赚太慢 开始用融资进去抢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上个礼拜五 外资股票指数 其余候选择权 同步都在做卖超 那再加上台积电 上个礼拜都叮咛 没有去过245的高点 有可能大盘就是个假突破而已 那现在又领先大盘 跌破月线出现了 那因此呢 虽然这里消息面利多不断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频频在创新高 MSCI 这一次又调升了台股权重 礼拜四就要生效 然后足迹长 我们的行政员跟大家讲 现在景气很好 明年景气还会持续扩张 景气还没到山顶 这时候我反而提醒大家 大盘再度出现了 过热的一个人气的一个过热的现象 已经有中期回档的风险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这里应该是要降低持股比重 然后呢 这地方多增加一些现金部位在手上 或者是积极的投资朋友 我们也开始建议会员 虽微了两年之后 这地方开始建立空单的一个部位了 那这样的一个分析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很清楚看到 现龙老师不是个死多头 也不是个死空头 所谓的死多头 是个死空头 这地方天天叫大家放空 从7000多 8000多 9000多 到现在1万多 当然还是教训你继续放空 那他们的想法就是 反正时钟坏了 一天总会准个两次吧 天天喊空 喊个一点喊个两年 总会大盘会跌个一波吧 到时候他就可以说他很神准 就可以在这地方做生意了 这样能帮助到你吗 不行 那反过来死多头也是一样 过去这两年大盘是个多头市场 死多头天天叫大家买股票 总是会赚得到钱 可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这地方大盘会有回挡风险 永远叫你买股票的时候 问题来了 那等行情真的出现回挡 行情潮水一样有涨也有落 等行情跌下来的时候 这些人还在继续叫你买进 再买进再买进 到最后以前赚的钱 到最后一样输光光 所以做股票 我常常跟我的这个极品操盘 团队的研究同仁说 我们再带这会员朋友 再做操作 绝对不可以像这个地方 其他投顾老师一样 为了做生意 不是死空头 就是死多头 必须要很认真 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运用技术分析 来精准规划未来的行情 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出来 那县隆老师很少在建立会员朋友 放空 上一次建立会员朋友 建立空单部位 已经是什么时候 两年前的时候 两年前大盘4月28号 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建立空单部位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也是看到了 大盘已有过热的现象 台积电却未过前高 对不对 那时候大盘也是爆出一个异常大量 然后台积电反而是先回档了 不就跟现在的状况一样吗 上个礼拜大盘爆出1789亿的巨量 而台积电未过前波245高点之后 这个地方也跌下来 两年前的现象再度出现 两年前我建立会员朋友 为了预防大盘的回档风险 也把我人生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所以呢为了扩大利润 这地方我之前都只建立太弱则强 当时开始建立空单部位了 那后来大盘指数真的开始跌 对不对 等到跌到十年线附近 我才来建立多头火速龟队 全力拼大的 甚至包括了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还在怀疑 520之后应该会有魔咒 不是说每次520新总统就任股市叫崩盘 我当时也跟大家讲 大盘7000多 我说是什么 这是初升段 对不对 7000多我是初升段 涨到8000多了 这地方拉回来7999过后 当时指数在8400多点 我也跟大家讲 大盘已经结束了 初升段之后 第二波的拉回修正 正准备展开第三波的主升段 多头火速龟队 满足点 这次要上看万点了 当时大家不相信 怎么可能上万点 那时候才在8400 8500点不到 对不对 结果县荣老师预言万点行情要来了 多头火速龟队 对不对 包括了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哇 这个地方三天之内 两度暴跌200点 县荣老师都没有改变立场 继续建立大家 人气我取 趁着别人恐惧时 懂得贪婪 别人不敢买股票 我带着会员朋友买 对不对 那等到现在全市场都忍不住 都赶快不想买股票的 都已经在这个地方积极买股票了 这个本来就有买的 都要用融资来买的时候 县荣老师这地方 会帮大家踩速刹车 也为了要帮助会员朋友 能够降低风险 扩大利润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增加空单的部位了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在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运用技术分析 精准规划未来行情 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 最终就是这样子来帮助会员朋友 在股市有涨有跌的过程当中 最后能够赚到钱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操作 以前都说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现在开始有建立空单部位 所以升级上来 变成放空弱势股 强势股要做多还是可以 但是要胜选 持股比重一定也要降低 那里面当然就还是一样 要先看懂结构 唯有潜荣这个建荣在田的股票 才值得我们做布局 所以这个部分 所谓建荣在田的股票 仍然要去观察趋势 真正在出路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第一个条件 就是产业除战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第二个股价在低档 重点是有开始转强的迹象 这时候把握到上车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就会有可观获利可及 等飞龙再天上去 别人去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赚保了 对不对 就像之前我们布局 这车用电池的股票 康普啦 美奇马啦 四十几块布局 赚完五成 再赚1.5倍 那接下来 我认为最有这样机会的 还是提醒大家 在AI人工智慧这一块 里面的新黑马 还这档股票 我们仍然持续看好 它胜受惠于NVIDIA 人工智慧的订单 持续在追加之中 业绩在第四季 已经启动了成长动能 开始创新高 公司也积极扩充产能 现在订单掌握在手中 散户把股票卖光 融资在大减 融散户把股票卖光臭 股价在持续垫高底部 大户正在积极进货 正准备转墙上来 像这样的股票 不涨则已 一涨可能就是一个波段 那目前我们已经布局好 一层的一个基本持股 这两天已经股价慢慢的上来 如果这个地方确认涨势 要再加码 县荣老师会通知大家 先不用急 那现在如果说要开始布局空单 先提醒大家 这是有分阶段的 那这个阶段最要注意的是 所谓抗融游毁的股票 什么叫抗融游毁 趋势过游不及气力将近 看起来好像是多头的股票 但已经到了头部 看似仁强的背后 石进末路 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初 那举些例子来看 包括像华金科 有没有三个月前 县荣老师 就曾经在持股诊断的时候提醒 这样的股票 虽然有题材 什么手机双镜头 但是业绩持续亏损 营收持续在下滑 只有题材没有业绩 重点是技术面 那时候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急拉过后爆大量 然后K线出现爆量空头吞噬 这种结构出来爆量之后 要竞速过高 不然会怎样 抗融游毁之后会急转直下 那时候的华金科在多少钱 37块多 各位投资本 现在的华金科剩下多少 剩下27块多 当时我没有建议会员朋友放空 如果我有建议会员朋友放空的话 这一段扎扎实实是可以赚到的 对不对 那不只华金科 再来看到 这是上个礼拜提醒大家 要小心 这个3317的尼克森 那天报纸报了一个很大的利多 说MOSFET供给缺很大 然后点名说 哇尼克森的业绩会继续旺 可是现龙老师也提醒 这个要小心 利多出来的背后 K线却形成双压要空 懂技术分析的就知道 这种股票就要小心 很有可能背后有大户在出货 接下来准备转弱了 才讲完各位投资朋友 上个礼拜的尼克森 股价在多少 上个礼拜提醒大家的时候 股价还有这个50块左右 对不对 结果礼拜五杀到跌停44.75 今天又继续大跌下来 跌到剩下多少 41.3 短短两个交易日 从50块跌到今天41块多 现龙老师上个礼拜空单还没有出手 如果还有建议放空的话 现在也赚了个8块多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阶段要去空的是什么 就是像这个华金科 或者像是这个尼克森这样 利多频传 高档爆大量 然后K线出现反转型态的股票 那例如说今天现龙老师 这地方已经开始出手一档 LED的股票 最近消息面 LED这个产业也是利多频传 告诉你产业走出谷底 然后开始这个做 画一个大饼说mini LED 前景有多强 这时候注意到利多出笼之后 上个礼拜爆出了一个巨量出来 周转率 单天单日高达了15% 就是那一天有15%的股票换人了 好 那K线却在那一天出现一个爆量的上影线 出现收了一根黑K 然后接下来三天未过高 这种都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迹象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我说的结构在上面抗融有毁 就要小心这地方可能会有个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建立空单部位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 提醒大家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如果偷投资朋友 你想知道 那为什么县荣老师 总是能够去看懂一档股票的结构 能够知道第一档有大户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现 高档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或是像 你想知道县荣老师 为什么总是能够掌握到精准的指数转折 两年前县荣老师提醒大家 10014要放空 下档只指十年线 等大盘跌到七千多 二度来到十年线 全力翻多拼大的 这个部分想学的 也在提醒大家 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会员的朋友 GDBO进来看一看 这里面除了县荣老师 每天写的分析日记之外 还包括了技术分析的教学 就是教大家 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灵活运用过之后 掌握指数的关键转折 10014高点为什么要放空 七千点十年线 为什么全力要翻多 我知道大盘要进入到出生段了 主生段上看万点都能够先预测 甚至教你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了解大户进货的手法 出货的手法 让你低档会买股票 因为你知道股价在转强了 让你高档会卖股票 因为你知道股价在转弱了 这部分想要深入了解的 也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今天就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的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专专专业 用心 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群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有投资贸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还特别问说 现荣老师会不会像很多头顾老师一样 是个死多头 永远叫大家只会买股票啊 那这部分 今天现荣老师刚刚好开始告诉大家 证明了我不是个死多头 我们在今天已经正式的 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建立空单部位开始进场 那很多头顾老师 为什么永远都只会带着会员朋友 做多做多再做多 包括现在股市已经上了万点了 还在拼命做多呢 原因很简单 7个字 死就有 没死便多了 什么意思呢 反正这个股市上万点 他只要继续喊进 就可以做生意了 万里行情真的跌 受伤的只是他的会员 对不对 上了万点了 死多头的头顾老师 还是会告诉你 反正下跌就是拉回找买点 总有一天会猜到最低点 那每天都可以再买新的股票 上电视只要吹嘘 今天买的涨了多少 不要管会员手上套牢一罗光 这样子反正他们都能够做生意 可是这种头顾老师 能够去帮你赚到钱吗 自己去想一想 那这个行情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真正行情的低档 通常是很多的利空 吓在散户把股票卖光 大户趁机进货 这叫行情的低档 这反而是全力做多的时刻 对不对 等行情到了高档 你会看到报纸打开来一堆的利多 引诱散户全力在买进 而大户正在趁机出货 这就是行情的高档了 那现在是低档还是高档 自己要去想清楚 我只能够告诉大家 在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县荣老师已经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建立会员朋友 这边一定要去好好把握住 这波大盘有可能有 中期回档的风险 那当然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不是辩论比赛 县荣老师不是要去跟那些 多头继续辩论 但是结果都会证明 谁是胜利的一方 那我也不敢保证 我一定都会对 但是你看到过去的经验 大转折 县荣老师几乎没错过 两年前 10014高点 还有很多头顾老师告诉大家 会讲到12682 会有选举的行情 还便利比还很低 可以继续买 可是县荣老师说了 大盘过热了 台积电没过前高 已经有中期回档风险了 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对不对 行情当时开始去急转直下 等到真的跌到十年线 是不是利空一堆了 景气看起来最烂 连续七个蓝灯的时候 我说这里已经成功度过了末跌段 脱离底部区 准备进入到出生段 所以十年线附近建议大家 赶快来拼大的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县荣老师 能够去帮助大家的一个地方 现在两年前 10014高点的经验再度出现 台北股市爆大量之后 融资连续两天增加超过15亿 领头羊台积电没有过前高 反而是领先跌破了月线 这状况不就是跟两年前 非常的类似吗 所以在这地方提醒大家 针对手上股票 如果是浅荣勿用的弱势股 最近有补涨有反弹 不要去乱加码 应该是找机会找卖点 抗融有回的股票 在这个阶段 股价到了头部 看似人墙的背后 十金末路 也赶快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初 甚至找机会来放空 对不对 两个三个月前 华金科当时我没有空 不然那时候37块多 现在已经跌到27块了 对不对 然后看到了这地方 上个礼拜的尼克森 我没有空 不然上个礼拜49块 今天已经跌到多少 41块了 好 那这一档股票 现荣老师也发现 最近利多平传的背后 技术面高档爆大量 却在这地方K线流上引线 收黑K 三天未过高 这都隐含着回档的风险 密切注意 只提醒大家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结果会证明 谁是胜利的一方 那如果说想站在胜利益的一方 认同现荣老师的操作理念 也想在这个时刻 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预防大盘回档的风险 能够去降低风险 更能够去扩大利润 想要建立空单部位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希望对您这地方操作能够有帮助 让我们来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